哈喽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兰花花期过了以后 怎样让它复花 怎样对它管理 其实很简单 你如果不管它的话 正常浇水就像这盆 它50%的情况下 也会再出新芽 这个呢我们一会再说 给举个例子像这盆 这是第二次复花了 我就没管它也没修剪 就正常浇水 每次浇水要浇透 每周浇一次一般是 你看它又长出新的花垒来了 当然你如果不修剪的话呢 它的花垒会非常的稀疏 因为很多的养分 都到这些多余的 没有用的质干上了 像这个就不会再出了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做的 就是给这花剪枝 它就会重新再发一枝出来 会开很多的花 而有的时候也出现这样的情况 净杆前都黄了 但是你发现还有新叶不停的往上窜 那就证明呢 它生命力还是顽强的 你不用担心 它还没有死 这个也是 你看新叶 当然有的时候呢 它也有老的椰子在下面变黄 就像这盆 它下面这个椰子已经黄了 我们以后呢会给它剪掉 它还没有牺牲 所以你不用担心 我也没有给它们换盆 这个就完全死掉了 所以留它的意义呢并不大 我买来的时候 你看这里就已经被剪过了 看下面的叶子也变黄了 你完全不用担心 但当然了 也并不是说 我们给它正常护理 剪了枝以后 它就一定会开花 你看它这上面 每一个净杆上面 都有一个骨结 一个骨结的 我们剪的时候 就在这骨结上面剪 一个结在这儿 第二个结在这儿 从第二个结这一小块 比第二个结稍微高一点的地方 留一小块 把这个棍子拆了 这里 这就可以剪掉它 这个呢我也打算这么做 这个我打算在 第一个 the first note 第一个结 第二个结 我打算在第三个结这剪 我怀疑你看它这个地方 好像是已经剪过了 是吧 三个结 一二三 这里呢在这剪 OK 所以剪好了 就是这样的 看看这盘 能不能再长 OK 剪好了 后来证明呢 从第三个结上剪 是比较保险的 尽量让这个镜呢 多留一块 看一二三 好 这就是我从第三个结上剪的 看新芽都出来了 第二个结的那个已经干枯了 这个呢还没有剪 所以呢它也会复花 只是说数量比较少 就你不做任何的护理 它也会开 这是第三次开花 我就等它开败了以后再剪 我以前也给花里换过盆 但是我觉得意义并不大 所以这次呢并不打算给它上养分换肥之类的 我这个留到最后剪 就是因为它已经付过两次花了 尽管花的数量不是很多 这盆兰花的 不论叶子还是花茎 没有任何枯萎的痕迹 就生命力非常顽强的一盆 兰花的浇水一定要给它浇透 我就一般从上面淋了以后 就把它做到盆子里 一做就至少 一个小时 有的时候两个小时 它还在长我看到 这是五月末 这个剪枝的 也长出来了 你看 这是我前不久刚给它剪的枝 现在又长出一个小芽来 看到没有在这 我的饼呢 大家转一下 看 这又发了一个 慢慢的就会再长出来 神奇啊 我看这个既然长芽了 那么我把这个也剪了吧 看这上面 就是太多的这种小芽了 顶多也就开一个 一个两个 这边呢顶多开三个 就是养分太多了 能蒸的 拿掉 一个节 这下面一个节 两个节 我从 这里被剪过 从这里开始剪吧 从这 养兰花 并没有想象中的 有那么难 我今天办了一个大坏事 我之后再给它浇水 浇水我就发现 我这地方本来有个芽的 你看不知道怎么样 让我给撞掉了 你看 哎呀我天哪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你看 自己怎么弄的都不知道 怎么弄掉的 这是 太可惜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还是用的原先的盆子 既没有施肥也没有换盆 就是每个粥给它浇一下水 成就啊 马上就开了 我对我的兰花所做的唯一就是 在它上面铺了一层苔藓 从兰花重新抽枝到生长而成 也就是三四个月的功夫 现在是夏天 长得就特别快一些 我也听有的人说 兰花夏天有休眠的情况 你看我吧 我就是二三月捡的 七月份就开花了 兰花的花期呢也比较长 一般能开两个月左右 像这个我本来是没想管它 因为我朋友说有的时候不管它也能长 但是我发现不剪不行 我剪了以后呢 其实你就能看出来 在这第三个芽这里呢 有一个 它就有一个小花苞在这里藏着 你看仔细看就能看出来 就这 这小花苞 它就慢慢的就会长出来了 这样能看得好一些 你看就要裹出来了 和下面这个就不一样 你看这个就很平是吧 上面这个要长的呢 它慢慢的就有点果 看这些都是扁平的 反正我总结的经验 就是给蝴蝶兰剪枝 最好就是从第三个节开始剪 第二个呢 一般来说都长不出来 有可能是太低了 怎么回事 一二 一二 第三个再剪 或者第四个甚至是 这不是第几个了 一二 第四个了 当然你就是剪了的话 也不敢保证 它就一定会长出新芽来 它长不长都得看它 它愿不愿意长 非常有趣的事呢 就还记得我上次把那花苞 不小心给撞掉了吗 下面又长出来一个 太高兴了 你看 就没管它 我还以为这只肯定不会再成活了 你看撞掉了以后多惨 等了好久 不小心浇花的时候 碰掉了 结果下面从第二个节上 它自己又冒出来了 就觉得太神奇了 这一株还是一个千里马呢 我一定好好照看这一只 所有的兰花呢 都应该是洗阴的 放到太阳晒不到的地方 我这叶子上稍微有点焦 就是因为它隔着百叶窗 有可能烧掉一点 不好意思哈 而有的时候呢 它自己也会长出一个小竿来从这 它这个有点干枯了 这叶子是新的 看着底部还会冒 我剪的这个呢 是在这儿 这边 这已经是八月份了 看 这株 有慢慢的抽汁 和刚才那一只一样 这个没有动静 就不管它了 没有长 这边这个 可能养分都供给这个了 呦呦呦呦 得小心 然后这边的这个呢 已经开得很棒了 全都开了 这开了几个月了 厉害 看我用今天给它浇上水了 新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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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到这吧 还是感谢大家收看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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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